大家好,我是飛龍 大家開始聽之前,先給我們一個Like 你們每一個Like都對我們很重要 大家好,我是飛龍 今天再講一講廟媽記婦語的誠信問題 雖然之前是你們第四代的負責人 說了他們其實是結業 本身是無需要澄清的 但現在是去到一個誠信問題 說真的,上一段影片也有些人在那裏說我 香港也有很多食品都是大陸製造的 說到我在那裏特意講廟媽記 就好像只是想搏點擊 現在的問題 就不是介不介意大陸製造的 最重要是你本身有沒有騙我們 如果你一直都說自家製 原來不是的,你找些代工代廠幫你去做 就算有些廠,他自己也有回大陸製造的 但是他們是自設廠房,差很遠 現在不是的,現在是找其他的工場幫他做 而同時假裝是自家製 還要賣得比其他的牌子貴很多 還有QC做得不好 你看看,你這樣記 他們都寫明明產地在那裏 還有QC做得很好,很沒問題 相反 廟媽記早前還在報東章 說到好像是食安中心搞到他們要結出百年志豪 最後不是食安中心,就是刺爆他們 他們香港的工場根本沒有做白虎魚 只是做一些 裝飽中,加些調味料和包裝 差點香港的香港人都被他騙了 雖然他們很瀟灑,說結束營業就結束營業 但當時我也知道,擺明是不想退貨 因為當時食安中心說,如果他們有問題的話 其實是需要退貨 他們現在一直強調,是那批貨 只是之後那批貨沒有問題 擺明是不退貨 早前我還說,有可能是廟媽記那棟六層高的房子 自己物業來嘛 到時都後,只是收租也夠過活 但我見最近有些報道說不是 他們那棟樓其實已經很多單位賣走了 現在只剩下兩個單位 有時都不想說,富不過三代 果然去到他們這幾代 就做事不是很進取 雖然他們說,他們在香港設廠房 都是因為30年前 因為跟過爬灰的條例 迫著他們說,當時他們搞不定 搞不定是你們自己放棄 其實當年,你們自己可以回大陸自廠房便沒問題 有人去了幾代 即是不像日本人那些八年字號 就算超過一百年 都很嚴謹自己的產品品質和信譽 基本上你叫做廟媽記 他們自己是放棄了他們的品牌信譽 老實說,如果當初你未出事的時候 你不想做 你將你的品牌賣給其他想做的人 相信你們隨時都還可以賺很多錢 以及有機會可以更發財去搞 但見他們這麼多年 都沒有什麼進取 即是不太知道 其實當一個品牌 說誠信是非常之重要 知不知道什麼叫課真加實 我見聚風浪的主席兼行政總裁 在這裡走出來說幾句 王傑龍 他說強調生意要講誠信 他直言如果因為某些社會的原因 或者法例的原因 某一種工序已經不可以再來香港製造 只能夠坦誠跟消費者說 不是掩固實 就繼續去買給消費者 這些其實要消費者決定 王傑龍還說 絕不可能 那些人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最主要是他們 尿媽記 之後很多宣傳訪問 問怎樣做回來 就說到好像在他們現場工場做的一樣 因為其實很多行家 都說得一清二楚的人 例如本地香港其實都很多富裕 不同廠房 例如今年年初才停產 金如富裕 亦曾標榜他們自家廠房 是香港百分百製造 大媽園富裕亦有在招致上 標示香港製造 負責人還表示 所有生產過程的工序 都是香港廠房生產的 另外一些香港熟悉的牌子富裕 例如 月和醬圓 美味棧 巨樹牌 他們都有標明原產地是中國 而根據食安中生的資料 尿媽記富裕的來源地是香港的 但去到第四代傳營 早兩天 7月22日時 才承認 他們30年前已經是外購百富裕 原材料是來自香港經營的內地廠 雖然他們說當時因為要排污條例更新 他們生產的豆腐有濃酸水 無法化清為清水 當時的負責還未能符合要求 加上他們說富裕製造的過程要很大的廠房 才做得很發酵 而只有放脫中間位置的富裕才可以用到 其餘富裕也是要棄置 所以30年前他們開始由內地扣入白富裕 在香港進行後期加工 包括一些養富裕和養汁 當時他們還說 不清楚香港是否還有人 可以由黃豆開始生產富裕 但剛才不是說過 今年年初才結束營業的金魚富裕 他們說明是土爆製的富裕 今年才停止生產 即是他們之前一直都可以做到 而大馬富裕也剛才我都說過 他們自家廠在香港生產 即是其實人家是有想方法解決問題 但尿媽記 即是是否做了幾代 覺得累了 或者錢都賺夠了 當時是 留下內地廠 搞定 他們都不想花那麼多錢 再做下去 所以你看到 最後連他們棟樓的單位 都要賣賣 只剩下兩個單位 老實 如果你一直守住整棟大樓 到時被人收購 還賺多了錢 很明顯 在賺錢方面 另外有人報海關舉報他們 尿媽記的賦予有沒有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海關說條例沒有強制規定貨品 和包張上必須列明產地來源資料 但營商過程或者 業務運作所有標示和輔助商品上的說明 都必須正確無誤 假如商戶就貨品作出虛假 或者据誤導性的陳述表達關鍵程度 其實可以構成罪行 他們會跟進調查 現在這件事件會不會是 開關說如果為例的話 他們採取行動一經定罪 最高刑罰可以罰50萬和監禁五年 即是否即使結出營業 其實都可以繼續追究 如果是的話 第四代真的不要說 無需要澄清 其實真的需要澄清 老實說這些公關災難 不要以為那天說完就算 肯定很多陸續而來的事情 他們都要應付 老實說現在人們最主要是 尿媽記的賦予馬 超過百元和其他品牌是貴很多 即是貴不是一個問題 即是如果你的品牌是貨真價實 成本貴的話 賣貴一些 那些客人是不介意的 因為始終有些東西賣貴一些 有些東西賣便宜一些 最重要是 本身人們覺得價值觀是否值得 即是你說是本地製造的 那些人們就覺得無所謂 你不是本地製造 你便趕出來 看客人還想不想用這個價錢去買 是由他們決定不是全部掩蓋 雖然他們的第四代負責人 那天就說他們沒有隱瞞 還敢說客人知道尿媽記的生產工序 當時還說英文法律的問題 所以一直從食安中心稱 富裕是香港出產的說法 因為那次他有解釋 香港出產和香港製造不一樣 香港製造真的要整個過程 都是香港製造才可以叫香港製造 香港出產就不用 只是某些工序上 總之都是香港製造 就可以叫香港出產 不過後來食安中心 有在這一點作出反駁 明確指出有關的資料 並非食安中心的資料 而涉事食品包裝上的標籤資訊 將受影響的食物相關資料 包括食品名稱、品牌、來源地、批斥和食用日期 將受影響的食物相關資料 包括食品名稱、品牌、來源地、批斥和食用日期 不過現在起碼尿媽記他們自己就拒絕 假如在其他零售店買的話 我就不知道他們肯肯退 另外我看到一篇報導挺有趣 因為現在百年富裕店的老字號 尿媽記說是結業 尿媽記富裕就成為絕享 但它的調味方法亦隨之公開 包括使用內地供應商提供的白富裕 再加玫瑰露酒自行調味 我看到有人試過秘方 照版主婦酒去做 在辣椒腐乳裏加玫瑰露酒 發現真的好味了 接著這個人也說自己 我都變了百年自豪 那立刻引來一些網民熱議 自家研發比製腐乳發達 可能下一個李嘉誠就是你 同時亦有些網民很認真回應 無火不難 只不過當初有這個想法才可貴 又提醒桌視保存 不可以放棄 室溫超過三天 另外我看到有些網上交易平台 竟然開價6千元 放售到絕版尿媽記富裕 但有沒有人還肯拿6千元去買富裕 那些人已經在投訴 即是買一瓶富裕6千元 不如買其他食物好過吧 不過說實話 有些網民說 尿媽記最糟糕就是在玫瑰露酒 度數已經不是高 還要加水氣息 酒不夠度數 所以抑制不了細菌 話實話 雖然很多網民投訴尿 尿媽記媽、尿媽記蜜 但我看到網上華記也有支持尿媽記 我不知道是不是會和尿媽記老闆娘熟 或者信他 或食安中心教錯他們 但食安中心本身自己已經再三反駁尿媽記 食安中心說明他們當時派的人員 走去假裝顧客購買 穿蝙蝠 沒有帶工作證 亦沒有向相關店舖表露身份 亦沒有事先約定時間 但他在第四代負責人之前不是這樣說 就是跟他剛才說的話 全部剛剛相反 而食安中心說 他們是購買了第三個版本之後 才清晰表明目的 按法例作化驗 並在尿媽的人員面前作封裝 雙方簽名作實 而食安中心亦表示 化驗結果顯示 去到他們第三個版本超標後 食安中心才按一般做法 要求該生產批次的產品下架 以保障市民的健康 再進行跟進調查 因為真的不是每個批次有問題 不過去過第三個版本的時候 錄得130萬個 蠟釀牙包鋼菌 較標準超出12倍 在尿媽記第四代負責人Jay 在在情內一天出發那天的節目裏 還說到 食安中心首次公佈 賦予樣本有問題 是7月4日公佈之後 其實尿媽記已經停止生產賦予 所以食安中心職員 第三次來尿媽記 以顧客身份購買的時候 他們是特意製作一瓶 樣本給他們的職員檢測 這些仍然是羅心門 你又你說他又去解釋 Jay 還在節目裏指出 特製的賦予食安中心專家 提供改善環境而建議製作 包括以120度熱水稀釋 玫瑰露酒 再加入百庫雨後 馬上封平 但其後跟媒體說 因為過程太過急進 交了一個不好的樣本給食安 所以他要向食安中心致歉 現在食安中心也有回覆 就7月4日現場視察時 發現的食安風險 就是去尿媽記作出建議 如何作出改善 食安中心的建議 只會降低而不會增加產品的含菌量 至於樣本 為何超標食安中心都需要作調查 才可以給予意見 例如會否產品生產過程 以及環境有沒有受到污染 而食安中心說 雖然現時尿媽記已經結業 但如果店鋪圓業配合 可以繼續調查超標的原因 歡迎大家留言 你也可以說一說 你如何看食安中心之下的回覆 或者華記 都在支持尿媽記 你又如何看 今天新聞先說到這裏 遲以再分享其他新聞 我們是這裏 拜拜